还有我们吃的泡面 这是国内第二大泡面大厂 维利 被民党立委陈其迈点名说 也曾经向北海油脂购买猪油 而立委指出呢 维利食品公司是透过了维利公司 买了近500公顿的精致猪油 那么这间维利公司的创办人张登旺 在台湾还有猪油大王之称 而面对立委质疑 维利公司也回应了 他们说从去年开始呢 和北海公司就已经停止交易 所以目前市面上的产品 安全无语 老四号维利炸酱面 靠着这一包炸酱包热卖超过30年 在台湾泡面市场市占率高居第二名 一年可以卖出4500万包 泡面界的金基姆 却被立法委员陈其迈点名 曾经购买过北海油脂 从原来的北海油脂的498吨 卖到维利公司 维利公司在转卖给这一家 叫维利食品公司 立委出示发票银本跟油品的进货单 证明维利透过维意 向北海油脂购买猪油 102年买进498.33公吨 而旗下的维利炸酱面 一度在大干面 以及维利炸酱罐头等产品 成分都含有精致猪油 立委质疑 这些猪油是不是都已经被消费者吃下肚 维利的这些 我们他一年泡面的产量 4500万包 所以平均每个人是吃两包 没有指出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现在市面上的 所有维利的产品 是绝对是安全无疑 维利公司出面灭火 也发表声明 坦承北海公司 的确是油品的供应商之一 但从102年下半年后 已经停止交易 而当时北海油品的检验 都符合卫生的标准 强调市面上的油品安全无疑 而战化线卫生局 跟台南市卫生局都表示 维利公司的精致猪油 不再违规的名单内 正义猪油的知名度 跟这个维利青枪油的知名度 要打起来很不简单 现在变成这样 我感觉很没错 比较心痛 10月中正义油品出包 让早年创立正义油品的张登望 好痛心 台湾猪油大王张登望 也是维利公司的创办人 他的三个儿子当中 由次子负责维利公司 大儿子跟小儿子负责维利公司 转供葵花油跟走旅游市场 不再炸猪油出售 我这个销枪就把它拿回来 不要给它用 因为我怕它用不好 我用我的女儿跟妈妈的名字的原因 是要把这一罐油做得最好 正义爆发问题有时 张登望为了捍卫商与 还在维利的油桶上贴上声明书 没想到这回北海油纸也出包 对此维利公司坦承 去年11月的确有帮维利公司 向北海公司订最后一批猪油 之后就没有生意往来 也没有再进货 进货的流程 卫福部都知情 但维利去年向北海买的猪油 都用到哪去 是不是都被做成泡面吃煞肚 才是消费者最担心的 只有陈墨卫两条黄沛如做得不到 谢谢